宣导青少年注意暑假安全 台中市警察局这天在草雾道商圈 举办一场大台中暑期青春嘉年华活动 邀请各学校社团警犬队和公益团体轮流演出 并且在活动摊位上设置安全宣导和游讲侦达等活动 呼吁青少年远离烟酒毒品危害的同时 也宣示加强茶器的决心 一首首动感歌曲 学校热舞设整个駭番现场 学生冒足全力热力全开 前来台中市警察局在草雾道商圈 举办的暑期青春嘉年华活动 这一天共有15所学校社团轮番演出 提倡学子在暑假能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弄坏跳还弄坏跳 规划的一些比较正面的 比较安全的 比较就是属于体能 还有义务活动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的青年朋友能够参加 事实上也让家长能够安心 现在的状况就是 他已经闻到这个心理香油 香油毒品了 这学校社团演出外 精犬队在现场也展示了茶器毒品的功力 让台下民众鼓掌叫好 另外活动现场也设置了多个宣导摊位 以有讲问答的方式 让青少年对于毒品 帮派诈欺和色情的犯罪行为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所以我们除了青春专案之外 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执行了 第二波的安居气毒专案 那这部我们对青少年经常活动的场所 我们也会加强来查查 那我们也会借由相关的这个活动 还有我们犯罪运行宣导 来引领我们青少年远离毒害 暑假期间少年警察队和各分局也规划了16场青少年休闲娱乐活动 希望双管旗下帮助青少年远离烟酒毒品 建立正当的休闲活动 最后李金阳台中采访报道